下一阶段就是流洋河 也希望我可以顺利过河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错兔 这一周的主要练习内容呢 是流洋河影子的部分 这一段的话 看着的内容不是很多 但其实要注意的要点还是不少的 在练习后呢 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练习感想 首先这一次的练习呢 我是没有加任何音乐处理 因为人的注意力其实是有限的 所以的话在练习中呢 需要分清主次 要有效的利用有限的注意力 当我在学习一首新曲子时呢 首先需要把普面的指法 和需要的发力给摸熟 几件呢是不会跟节拍器 也不会去在一些什么强弱处理 因为当基础打捞之后 后续的进阶才是有效练习 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练习俗 就只是盲目的赶鸭子上架 那这样的练习肯定是不容易见成效的 除此之外呢 影子里边的气口和预备时间也是很重要的 但说到气口我也是懂了 但没有完全懂 但是有一点是比较清楚 就是气口不要多也不能少 多了觉得做做少了太平淡 恰当好处的话才是最舒服的 怎么感觉自己说了一些废话 具体的话还是需要根据老师指导 或者是音乐节奏旋律和不同情绪需要来决定 其实这句话是我百度的 但是我觉得相对比较好理解 所以我就进用过来了 另外预备时间的话 就是要想好左右手怎么起 什么时候起 还有什么时候落 只有将这些弄明白之后呢 这样弹才不容易错音 而这么练习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为了让我们在练习过程中 更有逻辑性和规划性的弹奏每个句子 简单来讲呢 就是让我们更舒服和自然的 将上一个音与下一个音自然的连贯起来 以上的话就是我对于本期练习的一些理解 大家如果有其他的想法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一起交流学习 最后还是那句话 大家在练习过程中遇到问题 也可以留言提问 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交流群 一起学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